大家好,我是G-Double 今天我们来挑战 开局只能使用中年打卡获得的物资吃鸡 哈喽大家好 枪手阿飞我又上线了 今天一大早阿飞我就收到粉丝的来信 他说在黄金岛存在着一个超级隐蔽 并且相当富有的矿洞 最主要的是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狗风点 哇,这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诱惑力啊 不过这么好的地方真的存在吗 还是仅仅只是一个都市传说呢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波 寻找传说中的隐藏矿洞吧 虽说黄金岛的地图不大 但也不小啊 而且植被较少 装备易得 缩圈还快 跑步的话时间肯定不够 不过好在阿飞我知道 黄金岛的固定刷车点在哪 只要我们抢到车 就可以在黄金岛尽情驰骋了 我车呢 我那么大一辆摩托车呢 没有摩托用腿啊 发挥出你的马拉松精神 如果可以 我选择马拉车 开个玩笑 其实那个摩托车是有用的 我听说没有那个摩托车 是进不去那个狗风点的 算了 我们先去找找矿洞在哪吧 好家伙 兄弟们看 这是什么 你心心念念的大摩托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找可以隐蔽的矿洞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一面隐藏的墙 地图中间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隐藏矿洞 不要个点不要个点 万一真是个好地方 下次还来 拿个黏土地雷先把墙炸开 小心点 黄金岛就这么小 太大的动静很可能被人发现 万一被偷了就惨了 哎哟没想到下面这么大 而且密密麻麻散落着这么多的金条 不过那个传说中的狗风点在哪呢 哎找到了 就是这里 我想我知道摩托车是用来干嘛的了 是的 一般这种点位都是通过摩托车进去的 只要我们先把摩托车挺进这个分析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驾照还给教练了 哼哼少废话 烦死了 N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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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号位不行吗 要不试试2号位 2号位显示位置不足 看来我们只能继续用1号位试了 总算是成功进来了 看来这个点位几率不太高啊 不过正面墙 我记得之前不是分死的吗 应该只是在我们的视角透明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还不错 现在试试能不能打到外面吧 很好 无论是子弹还是投掷物 都是可以打到外面的 而且因为位于中心点 所以也很好果分 而且这走一步就能出来 也太方便了吧 子弹还打不进来 既富有又无敌 我三方面宣布 这就是黄金岛最强狗分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阿飞我会继续挑战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